馬子慈悲,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網路上來問到說 如何來稱頌馬子的聖號 有拉姆阿彌陀佛,拉姆觀音菩薩 我們練馬子的時候要怎麼練他的聖號 我們一德馬子同修,會同修 接受活化身的教義 這一切都要有正化 還有馬子教導,就是拔杯 那大家應用了以後呢,大家的分享就是身 活化身 那依照正化,我們就依照天上聖母經 北港朝天宮版 那最新的修正版 他就用教導本,是南姆天上聖母菩薩 那馬子最後的婚號就是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所以我們就南姆天上聖母 那馬子如大士,就是菩薩 所以後面要加菩薩 所以天上聖母菩薩 這個婚號,這個尊稱 所以我們在正化上來講 是這樣練的,要這麼練 南姆就是閨一 天上聖母菩薩 用正化 那一佛呢,那一德馬子教我們呢 我們拔杯來問他 馬子的教導 你可以叫馬子媽媽 他就叫我們稱呼馬子 可以叫馬子媽媽 馬子、馬子、馬子 馬子、馬子、馬子 都可以 所以我們南姆媽子菩薩 OK,沒有問題 馬子就是我們很親切的一種問候 就我們馬祝、馬子 馬子 就這樣尊稱 所以南姆馬子菩薩 一德馬子就教我們 可以練南姆馬子菩薩 那我們結合那個華 跟馬子的佛這樣教導 我們就完整 在皈依一一德馬子 我們就這樣練 南姆天上聖母 一德馬子菩薩 所以在我們同修會的分享是這樣子的 我們一德馬子 教育我們南姆天上聖母 哪裡的馬子 那婚禮都不同 那你大甲的、陸港的、台南的、對不對 鋪子的、新港的、馬子菩薩 都可以 你這樣一聽就知道 你是歸於哪一個火火真 你歸於哪一個佛 我們到了北港去拜的時候 南姆天上聖母 北港馬子菩薩 我們就知道 我們在拜北港馬子 南姆對祂尊身 祂的精神就是菩薩 行菩薩道了 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念眾生得幸福 為我們離苦得樂了 大慈大悲的菩薩 這馬子菩薩 天上聖母菩薩 我們只要天上聖母馬子 後面加菩薩 都一般是蠻正統的 所以玄學雖然沒有標準 無形中也會有一種原則 所以我們都是這樣教育的 當然道教 馬祖列為道教 大天尊就是道教的一個稱華 他的職位 尊稱 他的精神 南姆天上聖母大天尊 都沒有問題 至少要他有天上聖母 我們走得上活教的 活教的 菩薩更代表他的精神 大慈大悲 大愛 所以我們稱呼為菩薩 都可以 顯顯沒有標準 都可以 所以我們南姆就是皈依 天上聖母 南姆天上聖母 菩薩 你就知道 棍閨的這個火是 一德馬子 然後是 一德馬子就是 他的聖道是一祭 北港朝天宮 天上聖母 進來了 然後我們的團體就是 叫一德馬子同修會 YDEM 這樣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尊稱 馬子佛 你可以統一尊稱 南姆天上聖母菩薩 南姆馬子 菩薩 OK 皈依就是馬子 就是天上聖母 如果更具體一點 南姆天上聖母 一德馬子菩薩 在教你 在教你 你就知道 一德馬子同修會 你皈依的團體是這一個 那你了解一德馬子同修會 所以就知道我們在弘揚 天上聖母菩 北港朝天宮版的 你皈依這個法 這個聖道 我們有 行法 修行的方法 的一本師 也有正法 天上聖母菩薩 我們有共法 如果來拜馬子 你在哪一個網路上面 一德馬子同修會的網站 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 那以上 是顧問的分享 如果尊稱 馬子的聖號 都可以 你只要有天上聖母 馬子 然後後面加菩薩 大天尊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對他一個尊稱 那一般我建議 正法標準 目前我們推廣的是 南姆天上聖母菩薩 是最標準 然後你具體看加上 你是義德馬子菩薩 天上聖母義德馬子菩薩 天上聖母北港馬子菩薩 你就讓歐都可以 那就更完整 以上就是我的建議 抗法 有對淺 Ros 大家都有意見 講起來都對 我們都接受 那其浅 有個原則就是你要有媽祖 要有天上聖母 還有祂的尊稱 就菩薩還是大天聖母 OK 都可以 那加個欄母就是你真正的鬼衣 以上是各位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出陪 請訂閱 在請你們別再寫 請你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